他是赌神,更是股神,从赌城联营到华尔街的天才数学家 关于风险,财富,通过数学和科学方法在赌博,股市和生活中获得了优势 爱德华索普是美国大名鼎鼎的市场中性策略开创人 20年投资无一败计,从赌场到金融市场是真正的投资大神 他的数学才能和创新的思维成为了一位杰出的数学家 而在拉斯维加斯的胜利,索普使用算牌法成功在21点赌桌上战胜庄稼 这个故事也是电影《绝上21点》的原型 发明穿戴式电脑,索普与信息理论大师克劳迪奥相农合作 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穿戴式电脑,用于战胜赌轮 挑战华尔街,他将目光转向了华尔街,在1964年自学股市交易 然后在1967年提出了全证价格公示 用于在金融市场中进行套利,开创了计量金融的新领域 计量金融的奠基人,索普因其在计量金融领域的贡献而被誉为计量金融之父 他创立的普林斯顿新港合伙避嫌基金表现出色 多年来取得了稳定的回报 逆势成功,索普的投资风格强大了逆势成功 他的基金在市场下跌时也能实现盈利 这彰显了他的投资智慧 对不可能的好奇心,索普的成功秘诀包括面对问题 挑战新知识,忽视不可能的好奇心和创新思维 他采用实验,事物和修正的方法来发展策略 而不是依赖运气 智慧和经验 索普的故事展示了他在处理风险 管理资产和创造财富方面的智慧和经验 他的方法强调逻辑思考和风险管理 当时他使用IBM704计算机,爱德华索普忙于工作 但仍然找时间利用IBM704计算机来运行 21点赌博套利程序测试和修正程序代码 IBM704是最早的大型电子计算机之一 由IBM开发,后来推出了一系列功能强大的工具 IBM704的工作方式,在那个时代 使用者需要将指令打在一张大小类似一美元纸币的打孔之卡上 每张卡有80行,每行有10个椭圆形的孔 使用时,一次插入一张卡,然后进入指令,就像使用打字机一样 每次机器读取一型数据,然后再读取下一型 不同位置的孔代表不同的字母,数字或符号 程序测试的周期,索普通常会将打孔指卡捆扎在一起 然后提交到IBM704主机进行读取 结果通常需要等待好几天才能获得 因为MIT的计算机主机同时供应给新英格兰地区的30所大学使用 程序的分段和测试,随着对程序语言的熟悉程度提高 索普将问题分解为几个段落 并分别编写计算机程序或子程序 每次测试或修正一个段落时,他也会检查其他段落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完成了整个程序 到了1960年初,他将所有程序集合在一起,同时运行以获得结果 赌场优势的计算,第一次的结果显示 如果一般玩家不使用任何计排技巧 赌场的优势是0.21%,无论合适竞场下注都是一样 但一旦玩家开始计排,不久后优势就会出现 虽然IBM704无法在有限的时间内完全执行所有计算 但索普使用估算的方法来填补空白 这些结果在实际比赛中可能会更加保守 因为玩家的优势可能高于他的估算 电脑计算的提升,随着计算机功能的提高 索普需要估算的部分越来越少 到了1980年左右,计算机已经可以完全计算 21点规则下的一幅牌的最终结果 而不仅仅是估算 它的方法甚至可以用于分析任何形式的牌 在赌博中的影响 计算效率 IBM704计算机能在短短10分钟内 完成手动计算需要一年时间的工作 这样的高效率让我非常兴奋 因为它要么证明了我的计算是正确的 要么让我发现了新的发现 牌的影响,以缺少4张A位置 玩家的劣势高达2.72% 相对于完整一副牌时的0.21% 差距达到了2.51% 虽然这对于庄家更有利 但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牌的重要性 结果证实了我在UCIA图书馆的顿务时刻 集牌的分布对游戏的结果产生了巨大影响 不同的发牌顺序会不断改变庄家和玩家之间的优势 数学结果显示 如果去除特定的牌 优势将倾向于一方 反之加入相同数量的特定牌 优势将转向另一方 计算方法 我能够根据发牌的变化设计不同的获胜策略 我创建了一些算牌系统 如5 count system和10 count system 以及我称之为终极策略的基本结果 终极策略为每张牌分配一个值表示对游戏的影响力 例如每张A被计为-9 两点被计为正五十点为-7等等 简化算法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这些值可能难以记忆 因此后来我开发了一种简单的算法 也非常实用 其中最有效的一种是 当小值牌如2 3 4 5 6出现时 计为正1 中等值牌如7 8 9计为0 大值牌如10 J Q K A计为-1 电脑结果也表明 这种算法易于理解和实用 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 对于庄家的策略 直觉上 这个结果是合理的 例如 当庄家的牌总点数为16时 他会继续抽牌 但如果他抽到高点数的牌 他就会爆牌 但如果是低点数的牌 他就不会 这意味着对于庄家来说 低点数的牌比高点数的牌更有利 相反 如果牌堆中有更多的A和实点牌 即使庄家和玩家都达到了21点 也会增加获胜的机会 5点牌的策略 5点牌的算法相当简单 只要剩下的5点牌较少 玩家下注的金额就减少 因为5点牌如果早就出现了 下注就会增加 当剩下的牌越少 5点牌出现的概率就越高 当只剩下26张牌时 5点牌出现的概率是5% 如果只剩下13张牌 概率就变成了30% 此时玩家具有29%的优势 相对于其他情况下 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从以上故事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所以接下来我们把重点整理出来 索普擅长找出自己的优势 其中最特别的是早从赌场中 找到战胜庄家的优势方法 到后来进入华尔街后 找到打败市场的方法索普 在1969到1988年间年华报酬率达19.1% 同期SP500报酬率是10.2% 下列是我整理出来心得一 在赌场或在投资市场中长期稳定获利的关 见创造额外的优势 如果没有额外优势 以赌场来说就是稳定亏损 以投资市场来说就创造与指数相同的报酬率 也就是买进持有 取得与经济成长相同的报酬 虽然以股市来说 长期买进持有的报酬率其实并不低 约6%到10 但拥有额外的优势 才有机会更多 更稳 可阅读 股市长期投资报酬率有6% 怎么办到 问题是 怎么找到额外的优势 优势是一种相对性的事情 你知道的事情 如果别人也知道并可执行 那其实就很难算是明确的优势 必须是你知道而别人不知道 或别人及时知道也做不到的事 才能被称为额外优势 先谈谈赌场的部分 赌场中的任何游戏 庄家的长期期望值都是正值 而玩家则是负值 只是多与少的差异而已 换句话说 刚坐上牌桌时也许你有赢有输 但只要坐得够久就一定是亏损 规则上基本就是这样 在这种情况下 要怎么取得额外优势呢 索普的做法很简单 找到数据上的优势 并且不能被发现 在21点的游戏里面 他透过算牌找到逆转 庄家期望值的方法 从庄家有些微优势 透过算牌以后 变成玩家有些微优势 所谓算牌 就是把已经出过的牌全部记下来 因为一副牌就是52张 出现过的牌不会再出现一次 剩下的牌是可预期的情况下 条件几率就会改变 这时只要在对自己有利时下大注 对自己不利时不下注或下小注 就有机会创造正期望值打败庄家了 这件事在当年虽然有人尝试过 但因为计算是太复杂没人成功 原因是公式太复杂 几率即使算出来 也无法带到牌桌上应用 而索普透过他的数学天赋 简化了算牌的过程与公式 成功将它运用到21点钟 后来他也破解了 其他别人觉得不可能破解的游戏 例如轮盘游戏 方法也一样 找到数据上的优势 并且不能被发现 透过计算转盘的速度和求速 把资料偷偷回传给电脑 那年代的电脑还很弱 在回传计算结果 让下注放在比较有利的位置 就能创造正期望值 工具则是透过隐藏的节拍器和无线电 看完了赌场的原理以后 回头看投资就好理解了 索普结束赌场生涯后 进入了华尔街 同样靠的是数学优势 它是华尔街最早运用 计量交易的一批人之一 运用各种数据评估 反映公司的价值与优劣 寻找统计套利机会 或是进行市场中性策略的交易 所谓统计套利就是透过同时 一买一卖之间的买低卖高 锁住一些潜在可能的获利 也许是期货和现货之间的巨大价差 或是股票与权证之间 错估价值的套利等等 所谓市场中性策略 主要的方法是大量运用 能区分出公司好坏数据指标 买进好公司并同时放空不好的公司 这种方法同时持有多余空的部位 称为市场中性策略 只要数据足够有效策略就可行 无论多头 强的涨多弱的涨少 或空头市场 强的跌少弱的跌多都创造正报酬 这些策略的理念 都可以套用到各种金融商品上 与不同数据上 书中举了很多的例子 看到这里我们可以理解到 索普当年创造的优势 来自于他的数学天赋 以及运算能力 在当年会用电脑跑运算的人算少数 不过你一定觉得奇怪 为什么他不继续待在赌场就好 原因其实很简单 待不下去了 心得二 任何的优势都会慢慢的消失 额外的利润最终会不再明显 在赌场获利时比较明确 最初因为索普赢太多 他就被赌场盯上了 接着他为了掩人耳目 找了更多人一起合作算牌 但赢越多就越被盯上 赌场也因此改变规则 比方说更频繁的洗牌 换牌等等 而且索普还很不怕死的出了一本书 把他算牌的成果当成论文发表 最终他被赌场禁止进入 也曾经多次遇到威胁或生命危险 不得不放弃靠赌场赚钱 其实我觉得他把出书的行为 当成某种获利了结 可能索普自己也不认为 这种优势在未来可以持续执行 当然 他还是成功小赚了一笔 并且靠着书籍著作得到了名声 代价就是永远无法再走进赌场 而那之后赌场也开始改变规则 尝试去禁止人们靠算牌带来优势 往后虽然还是有人靠算牌成功 但这些成功往往很难持续 大多数的力气花在与赌场监控的对抗上 同样的事情也在华尔街发生 索普最早执行统计套利与市场中性策略后 他管理的基金表现非常的优异 最终却也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再继续下去 第一次是遇到诉讼问题 第二次则是他认为现有的策略已经有太多人在使用 利润已经逐渐减少 索普提到如果继续在市场中表现也会不差 只是并不会像以前这么好 因此最终他选择退出市场并把时间花在家庭上 任何优势都会慢慢的消失 额外的利润最终会不再明显 市场有缺乏效率的时候 所谓效率市场假说就只是个商学院里的假说 个人只要找到机会 的确有机会在某一段时间打败市场 并且创造极高的利润 但这时间不会太久 只要经过一段时间 任何原本有效的方法都可能会慢慢失效 索普在结束自己操作的基金部位后 最后选择的方式是分散投资 把资金分散到巴菲特的公司 以及华尔街的许多避险基金中 从他是赌神更是股神这本书中 我们可以学到什么 一如果能拥有额外的优势 战胜市场的方法是存在的 如同作者在赌场21点甚至转轮盘游戏中 都找到帮助自己增加优势的方法 在投资中的确也存在着这样的方法 前提是大多数人不知道或及时知道也无法操作 在投资市场里面 你会看到有很多的专家在谈他们的操作秘诀 问题是 如果一个方法在许多人都知道时 它真的还有额外的优势吗 这也是为什么资金越大 报酬率越难提升 因为大资金是专家的战场 如今想找到一些额外的优势 大多只能在许多大资金无法进入的中小型市场与标的中找到 二战胜市场的方法虽然存在 但总有一天会失效 作者虽然在赌场和华尔街都取得巨大的成功 但这些成功并非永无止境的持续下 但最让人值得佩服的地方也是这里 当有一天取得巨大的成功后 我们能坦然接受自己不再有优势 放下过去的成功并且离开吗 放下 对于曾经找到战胜市场方法的人 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它也是最重要的事情 三 庄家思维很重要 在投资里面 很多人会想追求稳赢的方法 因此他们问的问题大多是 这档可以买吗 现在可以进场吗 但索普的优势是来自运算上的优势 他不见得常常赢 也许输赢各半 但长期下来他会获利 甚至是稳定的获利 赌场的庄家也是同样的原理 玩家和庄家都有赢有输 但只有庄家能笑到最后 玩家关注胜率 庄家关注期望值 输家想要常常赢 赢家想要长期而言会赢 有许多投资策略 甚至是胜率很低 常常小额亏损 但只要少数几次巨大获利 长期来说绩效也能持续向上 这类的策略 其实才是大多数人很难发现的额外优势 简而言之 一 投资不需要100%的胜率才能赚钱 二 投资人最重要的是 找到自己的优势 如何创造高胜率 并且避开高风险与高赔率的陷阱 三 如何建立自己的投资策略 索普用数学技术分析 例如统计学 市场中性策略等等方法 建立优势 而我们要怎样找出 对自己最有利的投资策略 是我们投资人长期的课题 以上是本书的报告 我已经尽量把概念写得简单一点 有兴趣深入了解 可以自己去看书 希望大家有些收获 谢谢收看